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关键时刻 冷静的得分和大师级的助攻 完全不像一个二年级的新秀 其实莫兰特年少时和库里一样 一直怀才不遇 被人轻视 甚至是零星高中生 直到唯一的一次机会出现 就被他牢牢抓住 并完成了逆袭 今天我就来讲讲莫兰特的成长故事 莫兰特1999年出生在南卡州的一个四口之家 家中成员都和篮球有着不解之缘 母亲在高中时曾是校队空位 而父亲则是NBA传奇射手雷阿伦的高中队友 大学毕业后本有机会去海外打职业 但恰巧那时老婆怀上了莫兰特 他也就放弃了梦想 莫兰特从小就和父亲一起练球 父亲不仅会教他后侧步跳投等高阶技术动作 还会专门训练他的身体素质 例如弹跳和力量 但莫兰特强大的自信心则是与生俱来的 才六岁开始就在当地的训练营中 和九岁的孩子们对抗 面对比自己年长而且更高大的对手 他居然毫不畏惧 他和母亲说我根本就不怕他们 到了莫兰特九岁 他开始出现在AAU的赛场上 面对十到十一岁的对手 他可以一个接着一个的投进颜色三分 并在进球后嚣张的做着江森娜的招牌动作 莫兰特进入高中时 身高仅有六尺九寸175公分 对家乡的凯斯伍德高中打球 但高一时他还未能成为一队成员 到了莫兰特的高二赛季 教练对他说考虑将他提拔到一队 但此时的莫兰特回答 他可能还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够实力打一队 这样教练不禁钦佩 这个孩子的思想成熟 不只是考虑自己 而是在考虑球队的整体实力 在AAU的赛场上 莫兰特此时也只是球队的第四选择 排在他前面的有 2018届全美第二的胖虎威廉姆森 2017届四星空位 比万提舒冷 和2017届的四星前锋 尼克拉斯克拉斯特 到了莫兰特的高三赛季 他的身高已经来到了六尺 183公分 教练履行了承诺 将他提拔到了一队 莫兰特很快就成为了 球队中最好的球员 在场上得分 助攻 篮板 无所不能 每场比赛都拼尽全力 这样的态度 像极了他的偶像 威斯布鲁克 而到了高四赛季 莫兰特的身高 继续长到了六尺三寸 191公分 高三高四两个赛季 场均可以拿到 27分 8篮板 8助攻的恐怖数据 同样在AAU的赛场上 莫兰特也成为了 球队的头号得分手 在一次锦标赛中 还居然拿到了 惊人的场均42分 可是这样的表现 却没有打动 三大体育媒体 莫兰特此时仅有 零星的评级 在全国名不见经传 相比起他 AAU球队的前队友 手握无数 D1大学的offer 莫兰特也仅仅 受到两家当地大学的招募 此时不仅莫兰特 感到莫大的屈辱 虽然他的家人 也都开始担心 莫兰特的自信心 会不会受到沉重打击 但天无绝人之路 莫兰特一天 在和朋友们打 三对三篮球 恰巧被一个 正在寻找零食的男人看到 这个男人就是 莫瑞州立大学的 助理教练 James Cain James瞬间被 莫兰特的球技所征服 并马上给球队的 主教练打电话 接着正因为这个机缘巧合 莫兰特终于收到了 来自于D1大学的 全额奖学金 得以将自己的天赋 带到NCAA的赛场上 上了大学之后 莫兰特大一赛季的 第一场比赛 就砍下了7分 11助攻 而在2017年11月28号 他得到了11分 10篮板 14助攻 成为了孝史第二个 拿到三双的球员 将能量完全释放在 球场上的莫兰特 大一赛季 场均就可以拿到 12.7分 6.5篮板 6.3助攻 向人们证明了 他的能力 完全可以在 D1级别联赛 打出好球 而到了大二赛季 莫兰特一发不可收拾 常规赛场均可以拿下 24.5分 10助攻 5.7篮板 1.8抢断 成为NCAA第一个 单赛季可以 场均拿到 20加得分 10加助攻的球员 而当年的疯狂三月 则让莫兰特全美为名 虽然球队只步于32强 但在第一轮的比赛中 他砍下17分 11篮板 16助攻的超级三双 成为孝史第一人 而在封三的赛场上 那也是久为七年的三双 赛季结束后 莫兰特宣布参加 当年的NBA选秀 体型 速度 控球 潜力和传球 都打了9分 而防守 领导能力 则为8分 预测他会在第二顺位 被摘走 仅次于他的前队友 胖虎西安威廉姆森 在2019年的选秀大会上 莫兰特成功在第二顺位 被灰熊选走 第一个赛季 就稳坐了球队的先发 场均可以拿到 17.8分 7.3助攻 3.9篮板 赛季结束后 当选最佳新人 而本赛季 莫兰特将场均表现 提升到19.1分 7.4助攻 4篮板 并将球队带入了戒后赛 此前在接受奥尼尔访问时 他也自信满满地称 自己为联盟前五的控球后卫 虽然这句话 说的还有一点 为时尚早 但莫兰特正是因为 具有超强的自信心 才能不断地超越自我 打脸质疑者 这个准零零后的传奇之路 才刚刚开启 期待他未来可以 继续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精彩的表演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收看 没有订阅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